小孩推車不少人和另一半白頭到老 信守承諾想養育下一代卻始終沒著落 如今人工生殖法草案出爐 本來只有異性不孕症夫妻適用 預告的修正草案中包括同婚伴侶 未婚單身女性以及代理育母等三大族群 都擴大新增為適用對象 即使立法通過也不是想代孕就能代孕 若是女性委託人得要符合無子宮 子宮異常或本身免疫疾病 無法懷孕 配偶雙方都是男性 以及其中一位需要年齡未滿五十歲 而代理育母資格也有嚴格規範 得要在一定範圍之內 有臺灣戶籍 還要懷孕生產過 但不得有重大併發症 剖腹經驗 代孕生殖最多經限一次 只是代理育母也有一定隱憂 就怕代孕亂象重生 跟草案中也講明代孕無償 不過委託人可提供營養費 負擔檢查資群等費用 並透過機構辦理相關服務 機構能向委託配偶收費 但就是這筆費用 怎麼收 收多少定義不明 民團優心恐怕淪為競價手段 而婦女的權益保障也是問題 若草案完成三毒 臺灣將成為亞洲第一個中央立法代孕合法化的國家 只是法條上路前有期盼也有憂心 想完善人工生殖法 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華盛新聞 張榮甫 楊榮甫 甘美希 開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盛新聞 YouTube 頻道